動感音樂 響遍沙灘 男女老少蜂擁而至 希臘高溫不斷攀升 被取名卡榮的熱浪 緊接地獄拳來襲 兩者都在希臘神話中 響著冥界 工作人員將大門緊鎖 前來的遊客不得而入 壓定未成一天前 還人潮汹湧 熱浪侵襲 整個西南歐 從地中海國家到西班牙和法國 高溫全都直逼攝氏四十度 就算入夜也一樣煙熱 尤其冷氣在歐洲並不普遍 義大利國內甚至僅有 百分之十的覆蓋率 不只歐洲氣候變遷 碰上聖英年 熱衝現象在美國全境發威 各地炙熱猶如烤箱 加州死亡股在夏季 氣溫經常飆迫攝氏五十度 有男子熱死車內 因而有消防局為了市警民眾 大熱天悶在車裡有多危險 特地拿來披薩做示範 十分鐘起司融化 一小時後披薩完全烤熱 而在中國杭州連續高溫 導致地區醫院影節不暇 浙江還有年僅三十多歲的母親活活熱死 專家警告極端熱浪 儼然成為無神殺手 未來只會越來越熱 被熱死的人數也只會越來越多 民眾一定要記得隨時補充水分 也盡量減少白天的外出時間 三立新聞網上一報導